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德高望重 威望极高 她的离世让不少人黯然落泪 英国民众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等地堆满了鲜花 悼念心中伟人 至于海外的民众同样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有的甚至痛哭流涕 感觉就像失去了母亲一样难受 英女王的驾崩噩耗传出之后 伦敦许多市民蜂拥到白金汉宫外掌握后续消息 民众对这一位影响一代代英国人的君王 纵然离世 感到十分错愕 许多人忍不住唱起了国歌 当唱到上帝庇佑女王时 情绪崩溃 另外 在王氏家族的温莎城堡外 同样挤满了黑压压的人潮 民众凯探很难再有像伊丽莎白二世那样负责任 有诚信和受民众敬仰的君王 至于其他共和联邦国家的民众也很难受 澳洲宣布降半期致哀 联邦议会将休会至少两个星期 直到向新王宣誓效忠之后 才会恢复会议 我真的非常惊讶 我可能会走过去哭 我会哭 我知道那是瘋狂的 但她一直在那里 她一直在那里 她曾经在那里 她在那里 她在那里 她在我们的钱 我去澳洲 想要去巴金汉堡 我只是看到帖子是半个墙 所以我会哭 我真的非常惊讶 她是96 我们知道那是会来的 但是 我跟她和她的家庭 但是有关脱离君主制的舆论 再度被点燃 英女王挥别人士 加上新王登基 多少会对英联邦国家 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许多法定文件 需要将女王的字眼 改为国王 钞票上的女王头像 也可能需要更换 世界各国 也需要花一段时间 来适应这个义主的 日不落帝国 马行车电视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